局处上的交流 思想上的碰撞 吃饭 差点喘得过气来 这是年龄最大的 很明显 我们最后一个 你们会有冲突产生吗 想不通要走 那一刻打动你的是什么 它的生命的一个态度 到那个年纪 我肯定不是对这个社会 在做并线 而是远离这个社会 如果我还活着的话 60岁成功才开始 70岁成功的辉煌才开始 您认为万科成为伟大企业的 文化基因是什么 我那很自以为是 两年之后 就把我这个自以为是 打回到原形了 我以为那故事了 谁知道 故事才开始 说得伟大 那评价您保持年轻的秘诀 就是在调侃 调侃我 快速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住宅开发企业的同时 它不仅征服了世界七大洲的最高峰 还热衷于滑翔伞赛艇运动 同时 这位经历过人的企业家 还代言广告 著书历传 年近六旬 王石又开启了国外留学的新生活 本节目由 想到哪儿 打到哪儿 轰马高尔夫 独家挂名播出 看得出您很爱书 在您办公室两面墙 都被书架占据了 是 听说这些书都是一本本 您自己买回来的 买都是我买的 但也有一些朋友送的 您的两本著作 道路与梦想 大道当然 都跟道有关 为什么 第一个道的梦想 它指的是物质上的 就是道路 就是路径 那第二个 大道当然的道 当然它指的 就不是物质上的梦想 它指的 就是一种 叫做天理 或者叫做是道理 它指的是这个意思 就是大道当然 就是说天理是理所当然的 当然我们一直说天理 天理 那指的中国传统的 这个道家的思想 我这里呢 应该更多的是 大家都认为不正自明的 应该是这样的 比如说爱呀 比如说慈悲呀 比如说追求自由啊 不正自明 为什么还让您写了一本书 不正自明的道理 我们是怎么做的 不正自明 并不等于每个人都这样去做 这就是两个概念 我们应该掌握着 大家都认可在天下的功力 去做事情 但仅仅是这个 有一个这样的功力 还不够的 必须你的身份的产品 精英求精 还是能站住脚 精得住竞争 两个含义 所以这第二本书呢 就引用了 我印象很轻重 就是达到当然 2011年3月 王石接受哈佛大学的邀请 开始了为期两年的 访问学者生活 面对学业压力 这位从不服输的硬汉 也一度想过放弃 在苦苦坚持两年 学业有成后 王石竟然又出现在 英国剑桥大学的校园里 这一次游学经历 却带给他 完全不同的感受 您为什么会在 哈佛的学业结束之后 选择的剑桥 他原来去哈佛之前呢 就接受哈佛的 作业访问学者呢 本身当时就做了 一个三年计划 计划当然大致设想呢 就是第一步在哈佛一年 再到英国一年 那之后呢 还计划再到 耶路撒冷半年 到伊斯坦布尔半年 这基本整个 当时计划三年 那你说为什么 是到剑桥 应该代表人家偶然 当时想选择的是 伦敦政经学院 种种原因吧 最后是 吃了剑桥 但是现在看起来 这整个学习计划 是延后了 对 就是时间上 因为在哈佛 就待了两年半嘛 第一年呢 是挺熬的 熬熬真的觉得 很痛苦的熬过去了 之后一年就过去了 说那你还没学到 什么东西嘛 那就第二年 第二年觉得 还不过瘾 说第三年 就当时觉得 应该是在哈佛呢 四年是 是蛮合适的 那原来 三年时间嘛 至少至少要大多 到18年吧 那么剑桥在 万人的眼里面 常人眼里面呢 因为它是一所 有着800年历史的名校 对 等级是非常森严的 那么你觉得 它是哪一点 最吸引你 为什么剑桥吸引我 那是你为什么 没有选牛津呢 你为什么选的 正经学院呢 实际有这个机会呢 自己觉得 是到那个学校 当然很重要 但不是 就好像只是第一选择 重的来讲 看看机会 你比如说 你在开会 你遇到一位教授 你说我很想到 你那个学校去访学 当然一般来讲 你要谈你访学的 题目是什么 往往这个教授 如果他对你很感兴趣 他对你访学的题目 也很感兴趣 那他回来 他就给你发个邀请 要说简单 可以就简单 到这样一个程度 但尤其是像明校 像哈佛 像这样 你要做一个教授 来给你发个邀请 也不那么简单 但像尤其是 你是个中国企业家 你要到那儿 看来有的时候 比如说 机缘 巧合 显然像 原来正经学院的 也在办手续 那我们的部下就说 我们老板 在哈佛集合之后 准备取分 那他们问哪个学校 那说是正经学院 他们问为什么不到建桥 结果他来说 回去他们就发个邀请 就去建桥 至于你说建桥的 等级森严应该不是 它是有很古老的传统 会给人的印象当中 他就是很紧张 甚至晚上吃饭 就穿那个黑袍子 我记得第一次去那吃饭 吃得过 我擦着喘不过气了 西装革里是最起码的 正式一点的 一定要板礼服 再一个就是 穿那个学术袍 吃饭之前要有参见酒 之后到了时间 医生罗响 而开了人才 很明显地按照这个 你感觉就是说这个等级 对 这样鱼罐而入 而且桌子是 都给你位子排好的 就像正式宴会之后 更主要的时间 是在那里 藏好久 要至少一个半小时 到两个小时 不习惯了 你觉得这个是传播器来的 但你当习惯 你才发现 实际上这种仪式感 当然它有这个传统 带有一个宗教仪式 剑桥的宗教呢 我觉得就是知识 那就是真理 所以你到那里 讲的这个等级啊 时间更多人看 你这个学术地位 当然院长在 这院长大头 院长不在呢 就看你在这个学校的 学术地位都高 你这谁的学术地位 考试走在前面 时间穿那个袍子 都可以感觉到 但我们不懂 你看着挺害怕 更重要的 你会发现呢 这种吃饭呢 交流是非常非常重要 第一餐我吃得很紧张 因为那时候去讲演 他就感到那个形式感 当然你也感到 这个是不是有点 太这个渔腹 但妈妈你怎么发现 吃饭的当中呢 工作者交流 他只要见到你 他会主动跟你打招呼 主动介绍他人干什么 非常好奇的 热情地探听你 你是从那里来 你要学一段时间 你的题目是什么 他就知道你是中国来的 就开始问你中国的事情 两个礼拜 你觉得让你融融进去了 是一种文化的氛围 不是他文化 实际上就是交流 就是一个知识的交流 你不是你在哈佛来讲 没有这个 你当时会就自己做自己的事 你特别和教授去约 见面或者吃饭 或者谈 非常清楚 目的性非常非常强 那么您选修的专业是什么 本身选修的就是 西伯来宗教吧 也就是犹太宗教 基本来讲还是选择西方的人文的 当然和经济结合起来呢 从这么的思想史来讲 就可以从亚当斯的复合论 但你当然你才知道 说同样是亚当斯的另外一本书 叫《情操伦理》 这本书呢 是在亚当斯复合论呢 是同一时期出的 那在西方来讲呢 实际上是这个情操伦理呢 它的影响力呢 甚至比这个复合论影响还要大 我们是引进了资本主义的方法 方法论 如何拘留财富 但是显然很可惜呢 我们没有引进同样 同时引进一步 实际显得更重要的 如何这个对你的思想上 你伦理上 你的道德上 它是带来什么的冲击 或者它是怎么考虑 就成了资本主义思想史啊 就是从这两本书开始讲起 我出生1951年1月23号 母义当中突然发现 你将进入老年 这是让你感到 这个生命是真快啊 生命的发展规律就是要 到一定程度它一定衰老 衰老给年轻人取代 这才生命真正的旺盛 这个世界才真正有希望 所以关键来讲 你是不是在生命过得很忠实 有尊严 有希望的生活 随着你年纪大 你的时间会越多的 但你是不是给这个世界 给别人带来的那种希望 只要觉得这个是有 你就觉得非常容易 财富很重要 每个人都在追求 我也在追求 每个财富 我都在追求 更不能被财富所拖累 拥有财富往前走的人 应该来带动 没有财富的人 是他们的财富 财富中国 聆听智者的声音 传播勇者的梦想 建脚还有一个传统 就是赛艇 因为您本身是运动爱好者 您有没有参与到系统群 自己本身到建脚之前 已经有华赛艇 九年的历史 毕竟因为登山 探险极限运动是显学 大家都很容易关注到 实际上赛艇 从货运动来讲 我最喜欢的是赛艇 金正的是学华赛艇 是在南昌的青山湖 那是哪一年 05年吧 我说要华赛艇 他们安排在水上运动中心 他一看是个摩托艇 我说你怎么安排摩托艇 他说你不是要赛艇吗 这个就是啊 我说我说的是 非常非常细长的 这样来华的 是没有动力的 我记得当然水上运动中心 主持人就很好奇 说你以前华过吗 我说没华过 说你没华过 那是不能华的 就是你要没有进行这种 专门的训练 你华呢 我说你让我试试吧 我们在这个南昌的公司老总 就要看我的笑话 就是摩托艇 在后面跟着拿个大炮头 就要拍我 落水的镜头 落水的镜头 完全没有翻吗 没有翻 从2008年呢 我们开始参加 日本的东京护田 赛艇国际较赛 之后呢 香港的沙田 我到了哈佛之后呢 参加这个 查尔斯河的 国际色赛拟较敬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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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在哈佛 在哈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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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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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不像不像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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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